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集主要讲 金国大军在蜿蜒阿国达直接领导下 击败辽国的最关键的一仗 护布达纲之战 而后金军步步紧逼 打得辽末帝 耶律延西仓皇出逃 最后辽国的天作地 到底能不能逃出升天 逃出金军的步步紧逼 我们这一集会仔细讲 在细讲之前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每期节目最后都有一个彩蛋 附送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因此也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 多发弹幕和焦虑 我们上一集讲到 金太祖蜒蜒阿国达 还把辽国给灭亡了 然后呢 他班师回朝 回京途中呢 途中就病逝了 由此呢 他的弟弟蜒蜒吴奇满继位 蜒蜒吴奇满呢 也就是金国史书上 这个蜒蜒盛了 蜒蜒继位之后呢 改元天会 然后呢 又以他的同母帝 蜒蜒稿为安班伯吉列 这个蜒蜒稿呢 实际上也就是皇太帝的意思 接着呢 金太宗又任命 兄长金太祖的庶长子 蜒蜒宗干 掌握国政 然后呢 又以金太祖的次子 蜒蜒宗旺和宗氏蜒宗汉 这两个人呢 掌握金国的整个军事 天会三年 就公元一二五年 蜒国的天座帝 在逃亡途中 被金国大将 蜒蜒楼市 生擒活捉了 蜒国呢 算是彻底灭亡了 看到大辽 都被金国灭亡了 当时的西夏呢 马上就向金国俯首称臣 由此呢 金国在西部和西北部呢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通年十月呢 金太宗又任命 蜒蜒伯吉列 就是他弟弟 就蜒蜒狗 兼领什么一个职务呢 都元帅 然后呢 帅领大军两路 分路南下的功法北宋 金国大军呢 一下子就把这汴京包围了 这就是当时第一次包围汴京 下着当时的宋徽宗啊 召集 赶紧把自己的皇帝位置 内善给他的儿子 宋亲宗召衡 然后呢 宋徽宗自己 慌忙难逃了 宋亲宗继位之后 金兵士蒙 大败宋朝各路亲王兵马 吓得当时宋亲宗啊 赶紧啊 割了这个太原啊 中山和河建 这个三个重镇啊 给金国啊 割地求和 而且还答应呢 增加每年的碎币 新满一族之后呢 金军啊 第一次就退失了 没过多久 万安宗望那些人又渡过黄河 再为汴京 最终呢 把北宋给灭亡了 天会五年二月 金太宗又服力张帮昌为傀儡皇帝 在此之后 金太宗啊 他对南宋的战争是连年不断 天会五年冬天 就公元一二七年 金太宗又派出湾沿宗汉那些将领 就是征伐河南和山洞地区 同时呢 他还下诏 让那个金军将帅马不停蹄 追击那个在扬州的宋高宗赵高 天会六年 就公元一二八年 湾沿宗汉又派遣湾沿宗市 进攻陕西 同年二月 金军杀到扬州 下当时宋高宗啊 仓皇之间渡长江 然后呢 金军步步紧逼 从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 镇江一带猛追 追着这个赵高一路狂逃 最后呢 他就逃到了杭州 天会八年 就公元一三零年三月 湾沿宗碧和宋朝大将韩世忠呢 站于镇江 湾沿宗碧就是金乌珠了 这次金乌珠呢 出师不力 皇天荡一战 差点呢 被韩世忠全歼 后来呢 金太宗又命令金军 把主要战场 转移到陕西地区 湾沿宗府这些金朝大将呢 在复平 大败南宋名将张俊 占领了陕西五路 天会九年 就公元一三一年 湾沿宗碧有寄攻和尚园 和尚园呢 就是今天的宝鸡西南那地方 结果呢 金军被南宋名将 吴介文林兄弟击败 再给我们在先前讲过 这次战役是宋金战争中 金方第一次遭遇了大败仗 到了天会十一年 公元一一三三年 湾沿宗碧又猛攻仙人官 又被宋朝大将的吴介给打败了 从此呢 金军就再也不敢进攻蜀地了 作为金国皇帝 金太宗当时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把南宋灭掉 所以呢 特有派湾湾沿宗府和湾沿昌 这个为两大元帅吧 和尾齐刘裕和兵 然后渡过淮河 准备完全把这个赵高消灭掉 金国天会十三年冬天 就公元一三五年 金太宗病重了 不久之后呢 他就在上京病逝 中年六十一岁 在位十三年 金太宗生前呢 本来想把他自己的地位 传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当时遭到金国许多 宗室贵族的反对 毕竟金国早先那个传统观念 给大伙的留下的印象 还非常深刻 因为金太宗死之后 这地位就传给他弟弟嘛 就传给金太宗了嘛 因此呢 金太宗就不得不 听从那些贵臣的建议 以自己兄长金太祖的长孙 当时的梁王蜿蜒 任安班伯吉列 有人可能会问 金太宗他刚继位的时候 不是任命他的同母帝 蜿蜒稿为安班伯吉列嘛 就当时是皇太帝嘛 哎怎么现在 这个蜿蜒稿哪去了 蜿蜒稿啊 这个人命不好 他在天会八年就病死了 就如果他没病死 兄中弟吉 这个金太宗死之后呢 他很有可能就继承地位了 根据早年间 多次前往金国 这个北宋使节许康宗记载呢 金太宗的长相啊 特别像宋太祖赵邝印 北宋和金国呢 当初又一起 这个携手 灭亡辽国 双方的关系呢 有一度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作为北宋特使 这个北宋的使者啊 许康宗 他在金国境内啊 是餐餐有酒 成城次宴 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金国的上京城中啊 这许康宗和新太宗啊 喝过好多次大酒 什么玉筹宴啊 换衣灯宴啊 等等等等吧 金国人就是爱喝酒 想方设法找理由喝酒 想方设法呢 给每一次酒宴 来安排上名字 每次都是不喝到趴下 绝对是不算完 由于参加了多次 和金太宗的酒局 因此呢 这个北宋使者许康宗啊 绝对是从最近的距离 看过金太宗的长相 所以说他从金国出使 回到宋朝之后 多次公开对别人说 这金国皇帝怎么看 怎么跟我们太祖 挂在大殿里的画像 长得像 我认为是一模一样 所以当时在北宋民间 就有这个金太宗啊 是宋太宗转世的 这样的说法 一时之间呢 大宋朝无论南北 这民间啊 都神乎其神的 传说这样一件事 那个男人 他回来了 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金太宗呢 就是一大黑胖 宋太祖呢 也是一大黑胖 但凡大黑胖子之间 实际上长得 乍一看 都还挺像 北宋没扬之后呢 宋高宗照够难度 北宋的移民 还有南宋老百姓 也都知道 金太宗和宋太祖 这两个人长得很像 都知道这个传闻 似乎宋高宗照够呢 也没有在南宋境内 严禁 这个传闻 因为这种传闻呢 就类似一种政治谣言 类似一种称言 按理说 官府是应该严禁的 而根据当时宋朝人 那种因果抱拥理论呢 就认为 宋太宗转世成金太宗 就是为了把弟弟宋太宗的子嗣给灭掉 抱从前啊 这个弟弟啊 试掉自己的这个仇恨 宋高宗晚年呢 他因为他有生理残疾嘛 又一直没儿子 又怕自己的父兄 恢亲二弟 回来和自己争夺地位 所幸呢 他也彻底否认了 自己这一系 就是这太宗系的地位传习 顺水推草 找了一个宋太祖的执气后裔 作为自己的皇太子 金太宗 万元圣晚年呢 也就一改先前金太祖 万元阿古达 那个时期 兄中弟吉的这种继承制 立金太祖的嫡孙 万元胆为皇位继承人 安班伯吉列 天会十三年 就公元一三五年 金太宗去世 万元胆呢 就继位了 这个就是金西宗 金西宗万元胆呢 生于天府三年 到了天会十年 他就被金国的贵族大臣们 确立为储君了 安班伯吉列了 当时呢 这个万元胆只有十三岁 万元胆继位之前 就是他当太子 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呢 一直是汉人文士 这个人叫韩访 所以呢 万元胆有这样一个汉族老师 他的这个汉文水平也不低 他能用汉文复诗 还能写汉字 平时呢 万元胆还特别喜欢穿的汉族的儒服 继位之后呢 他也特别喜欢学习汉文的典籍 而且他自己呢 心中还有一个超级有象 谁呢 就是唐朝的明君 唐太宗 金西宗继位的时候 还是一个少年人 所以当时金国国政啊 实际上掌握在那几个高级的女贞贵族手中 就是那些皇室贵族 这些人呢 出身宗室近亲 他们在金国的地位一直非常显赫 这几个人的身上呢 还都有终身职物 也是伯吉列 那么这个伯吉列在金国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我们都知道皇太子 皇太帝叫安班伯吉列 那这几个伯吉列是什么伯吉列呢 伯吉列制度是金国初期 那奴隶制士族残余形态 形成的那种贵族议事机构 金太祖呢 当初就依赖这个机构 来裁决国家事务 金朝初期呢 国家疆域比较小 这个伯吉列贵族会议啊 他得职能是能够发挥的 那么随着金国的占领疆域越来越大 伯吉列制度显然慢慢就不够用了 而且这个制度呢 效率低下 那几个担任伯吉列的宗室大臣呢 他的职责呢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工 互相撤走 最终呢 就造成了无序运转 而且就在这种伯吉列制度之下呢 金国国家大事的裁决权 最终取决于这几个宗室贵族 那么金国皇帝的个人意志呢 在国政当中呢 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这种制度 大大影响了金国封建化的进程 金西宗继位之初呢 就在他手下几个汉化贵族 和汉人文士的 他们的支持下呢 参照唐宋 以及辽国的模式 颁布诏令 在金国就开始推行三守六部制 也就是说呢 在皇帝之下设三师 这三师是什么呢 太师 太父和太保 三师呢 位高 但没实权 就是用来安置那些位置 特别尊贵 但是年龄比较大的 一些宗室贵族大臣的 同时呢 在尚书门下中苏三省之上呢 又设置一个职务 领三省市 这个职务呢 虽然清贵 但它也没有实权 金西宗君臣啊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这种改革吧 把军权和行政权呢 进行分离 就把这些势力庞大的军事贵族 安插在 还这种给足了他们面子 但是又没有礼子的行政衙门 就暗中呢 就想剥夺他们的军权 由此呢 就可以把军国的这个军事大权呢 收归中央 在经国这种三省制度当中呢 尚书省是新的行政当中的中书机构 中书省和门下省 它长官呢 都尚书省官员兼任 那么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呢 成为尚书令 在它下面呢 又设左右丞相 还有篇章正式 金西宗天倔元年 这个公元138年8月 经国朝廷呢 就正式在全国搬行新的官制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呢 实际上就大大加强了皇帝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威 同时提高了 经国这个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 金西宗在位时候 这个汉化改革呢 前后大概用了十年时间 对经国的宗庙 社稷 祭祀 尊号 曹餐 车福 遗位等等吧 包括恭敬方面 都进行的全面改革 特别重要的呢 就是废州的从前 吕真不足 传统的这种 兄中弟级的继承方式 在皇统二年 就公元142年 三月间金西宗就下诏 把他自己的儿子 完颜继安 立为皇太子 就等于正式确立了 父子相传的 这种经国皇位 世袭权力 这一革新呢 对经国皇权的加强呢 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西宗呢 13岁就被立为储君 当时呢 他在经国的宗室贵族眼中了 宛然一汉家少年子 因为这个人呢 这个少年从服侍到语言 他的汉化程度相当深 而且呢 他汉人老师韩访 也一直在刻意 培养这位经国未来的君主 继位之后呢 韩访还有这个 从前北宋的大臣 语言须忠 这两个汉人大臣 就成为金西宗 他的班底当中的核心人物 从天会年间开始呢 韩访就对金西宗 当时还是皇太子 他的教育内容啊 主要是汉文化 点击对他的灌输 目的呢 就是让这位女真少年 向圣唐的明君 借鉴和学习 金史当中的西宗本记 当中就记载 天卷二年六月 金西宗和他的老师 韩访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金西宗当时说 朕每月真灌正要 见其君臣议论 大可归法 韩访当时就回答 这种情况呢 接由太宗温言访问 房杜二人 杰中进城 房呢 是指房玄陵 杜是指杜如慧 其书随简 足以为法 金西宗呢又问 太宗 故一代贤君 名皇何如 我们可以从金西宗 当时下意识提出这个问题呢 就不难看出 他内心呢 还是更炫目这个唐玄宗的 眼看这个皇帝学生 要自己对比唐玄宗和唐太宗 那句韩老师怎么回答的呢 这韩访就说 唐子派宗以来 为明皇 宪宗可恕 明皇所谓 由始而无终者 初以兼威得位 共遥重送警 为正是行 故能成开源之志 莫年待于万机 伪证礼林府 兼于试用 以至天保之乱 否能慎中如始 则争贯之风 不难追 韩访这段话呢 就是贯输给金西宗 什么理念呢 就作为君主呢 应该为正是行 对臣下呢 要温言访问 更重要呢 还是能够慎中如始 由君臣这番对话 就可以想见 当时刚刚继位的金西宗 确实想成为 儒家学说当中 标榜那种 治世明君 虽然金西宗 从少年时代起 就立志要成为 治世明君 但他登基的时候 虚岁才十七 而当时金国国内的 高层政治形势呢 就使得他继位的时候 就根本不可能 马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当初金西宗 之所以能够 被立为金国的储君 最初呢 主要是因为 这个宗室 这个元老 湾延宗汉他的建议 湾延宗汉就沾憨了 他就当时立劝金太宗 不立地 不立子 最终呢 立了金西宗为储君 这个金西宗是金太祖的孙子 而当时这个元严宗汉 就是沾憨 也是出于私心 他就觉得 这个新皇帝 金西宗如果继位呢 幼小一致 年纪兴 能够自己 这个控制他 而且呢 拥立了金西宗 就可在政治上 这个元严宗汉 能够排挤金太宗的儿子 元严宗盘 因此呢 他自己最终于专权 所以 金西宗刚刚当了皇帝的时候 金国的朝政基本就掌握在 湾延宗汉 还有湾延宗盘 这两个人手中 湾延宗盘呢 毕竟是金太宗的儿子 眼见应该是自己的地位 被硬生生夺走了 所以他就咽不下这口气 由此之间啊 湾延宗汉和湾延宗盘 这两个全臣就开始争斗了 两年半以后呢 湾延宗盘这一戏占上风了 还处决了这个湾延宗汉的死党 高庆宜之后呢 陆续又把这个湾延宗汉的权力 给剥夺了 接着又把它软禁了 两在狱中啊 就把这个湾延宗汉 就沾汗给处死了 由此 湾延宗盘这一戏 这个政治力量 开始掌握金国的朝政 再过两年 天眷二年七月 湾延宗盘也被杀了 从此开始呢 金国的政权 由金锡宗的养父 湾延宗盘 他掌握了 金锡宗从小啊 是养在他的养父 湾延宗盘他们家里的 对湾延宗盘的感情挺深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不好 直接就把权力拿回来 一年多之后呢 湾延宗盘病死了 金国的朝政呢 又被这个皇室贵族 湾延宗臂控制了 就是金乌珠 由此可见 金锡宗当皇帝之后 最初的几年 基本上都是权臣秉政 所以长期的忍耐和无望呢 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 那种抑郁症的倾向 特别是在湾延宗壁的金乌珠 当权之后 特强势 金锡宗呢 基本上就成了傀儡了 所以呢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 金锡宗呢 就逐渐的自暴自弃 酗酒成性 就是来以喝酒啊 来赔钱 他当时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金锡宗初年 朝中大臣 就分为保守派与改革派 在政治上保守的那一派呢 又分为三个小集团 第一组的首要人物 就是湾延宗汉 湾延西隐 第二组呢 湾延宗盘 湾延宗郡 湾延运 第三组呢 就是达兰 就湾延昌了 胡兰 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呢 争权夺利 互相之间都有矛盾 但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什么呢 就是都反对 以金锡宗养父 湾延宗干 以及湾延宗臂 他们两个人为首的 这个提倡汉化改革的这一派 最终结果 金国这个元老保守派呢 在历次的政治当中 挨个都失败了 除了那个湾延宗汉 就那詹汉 不是显著 不是被公开处决以外 别的那几个人 都是以金锡宗下诏的名义 以谋反的罪名 当众处决的 湾延宗盘 湾延胡兰呢 是金锡宗的唐叔 湾延宗郡 湾延宇是金锡宗的亲书 湾延宇 湾延达蓝 都是金锡宗的书祖辈 作为皇帝 金锡宗答案清楚 这些实在亲戚 肯定不是真正谋反 但是呢 他们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只能接受被杀的命运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批准处决这些亲族的诏书 还都是以金锡宗 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 所有这些呢 肯定对这位年轻人 在当时心理上 投下那种浓宫的阴影 金锡宗呢 他小时候寄人篱下 内心呢 极其缺乏关爱 青少年开始 即使当了这个皇太德 包括当了皇帝之后 他的理想也得不到这个施斩 作为皇帝 明明坐在大殿最中心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却是被这些大臣 视若无误的小透明 因此呢 在清风期登基的金锡宗啊 他就想通过 做成一件件的事 来获得外界的肯定和关注 可惜呢 他这些最初的愿望 都得不到实现 为什么呢 掌权的都是那些权臣 如果金锡宗呢 他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能够正确消化他 当时心理的负能量呢 实际上呢 以能做冷板凳的那种人 来做官大局 我们这些权臣 陆续死了之后呢 他真正的掌握皇权之后呢 未尝不能干出一些大事 我们这位年轻皇帝 金锡宗的悲剧 发生的缘由 还是在于啊 他青少年时代承受的压力太大 我们这位金锡宗年轻的皇帝 我们看在巨大心理压力之下 身边呢 发生了不断的变故 掌权那些权臣呢 陆续互相血争 最后一个个死在刀下 那么他本人掌握了皇权之后 能不能处理好这些贵族 这些亲族大臣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下一集会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之前 不是皇帝也能叫万岁 在我们大家印象当中啊 人们就是在古代 通常用万岁来称呼皇帝 你看明朝那大皇冠魏忠贤 全清朝野 但当时他也就是九千岁 绝不敢自称万岁 但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万岁从一开始 就是皇帝专用称呼嘛 我们要知道 从西周到战国时期 万岁这个词慢慢出现在 各类文献当中 史记当中就记载了 林相吾 带着和氏璃到秦国 秦王大喜 传言美人及左右 左右接呼万岁 哎这时候万岁呢 是一种欢呼语 还没有专门用来称呼君王 而且在当时呢 这个万岁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什么含义呢 死 比如说战国册就记载 楚王犹云梦说寡人千秋万岁后 谁与乐此矣 哎千秋万岁 这个万岁 谁要是指我死后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万岁就成了皇帝的这种专属竞称呢 第一种说法就是汉高祖时期 刘邦临朝 殿上群臣 接呼万岁 第二种说法呢 就认为啊 这个万岁称皇帝啊 是从汉武帝刘彻开始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 就把上面两种说法给否定了 就说这个汉高祖和汉武帝时期 只是有了 开始把万岁用作称呼皇帝的现象 还没有专职皇帝 比如说汉朝礼仪规定 对皇太子也可称万岁 而且当时这个刘氏皇族当中呢 还有叫万岁的 比如说汉和帝的弟弟就叫刘万岁 而且呢 从汉朝到唐朝 臣子被称为万岁的势力也挺多 当年郭子怡与那个回合会盟 盟书当中就称 两国将相亿万岁 所有时候郭子怡当然也被称为万岁 但这个情况到了宋朝完全不一样 北宋仲臣寇宰相有次散朝 回家路上遇到一个人 对着就行跪拜大礼 高寒万岁 当时寇总吓坏了 马上下马 命令少下人把这个牛送到 这个相关的衙门 结果发现这人是个疯子 最后事情呢 虽然说真相大白 但朝中还有个政敌 结果这件事不放 向皇帝告发 那宋真宗呢 当然也不相信这个 寇总有谋反之心了 但是最后呢 还是变着发的 把它给处理了一下 另外呢 还有一位与寇总同时代的 曹丽用 禅元之盟当中 这个人也出现过 他有个侄子叫曹瑞 有一次喝醉酒 穿上黄色衣服 就让别人喊了为万岁 很快呢 这个事情就被别人告发了 曹瑞呢 就被官方抓起来 仗则而死 大棍子给打死了 曹丽用呢 也因为这件事 被罢免了书密使这个职务 后来呢 又被建为左迁农魏将军 所以他的侄子 给他惹了大锅 由此可见 到了宋朝 万岁这个词 绝对不是人臣啊 别的人 能随便用的 已经成为皇帝专有的称呼 没一说中国史 说着你不知道事儿 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